所以我们要感激耶稣 为我们受这个罪的刑罚 受这个身体的刑罚 接着第六句 《药汉福音》19章30节一起读下 耶稣尝了那粗 就算成了 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 解释就是 主耶稣已成就了极大的救恩 当耶稣说成了 不是说完了 如果他说完了便可炒了 有时看到病人 他们说生也好死也好不要紧 我说你没有想过吗 我的儿子过了大了赚钱都没了所谓 死也不要紧 很多个人都是这样的 因为他到病的时候他真是想死的 他是失败的 他说我的儿子 他希望在小的身上 但他没有想到他自己 他们真的好像完了 我生命完了 但耶稣说我成了 已经救恩成了 所以我们过都很开心 因为他成就这个救恩 最后一句了 《路加福音》23章46节 耶稣哭着说 父下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说略者说气就断了 我一起读解释一下 主耶稣将他的灵魂交得天父 他死后就去到天父的怀中 在天堂里 与同灵魂改的犯人和其他圣徒在一起 这儿他说我把我灵魂交在你手里 这句说话很重要 耶稣不是去其他地方 而是去天堂的 然后他就气断了 他和天父一起 保罗说他寻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个是好得无比 基督在天父,所以当保罗离世去到耶稣,去到天堂 耶稣当他离世的时候去到天堂,基督在《仕途信经》 在《彼得前书》有讲到耶稣落地獄 但其实耶稣落地獄就不是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他复活 在他复活之后,他就落到地獄宣告他的德性,然后他才升到天上 这个在《彼得前书》有看到,就是耶稣落到地獄 但这个就不是落去受苦,就是落去宣告他的德性 这里耶稣不是说还未完,他说成了,即他还不需要再受苦 他已经去到天上了,但他的身体还在 第三天他复活的时候,灵魂下来,灵魂就落去地獄宣告他的特性 然后他就去到天上了 我一起读这七句,试试记了他 第一句,我看了,underline 了就是耶稣所说的说话 一起读和记了他一下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再读一次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接着呢 母亲,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 再读一下 母亲,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 第三句 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和我再乐园里了 一起读一下 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和我再乐园里了 第四句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之前的三句就是在明天黑之前的 第一句,我们试试记了他 第一句是什么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第二句呢 母亲,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 接着第三句呢 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和我再乐园里了 这三句就是在钉十字架的初期 初期 钉了上去之后的初期 然后正午之后呢,就天黑了 那你若在身初就是耶稣被钉招来死的时候 那时候 天父和他分离 那时候呢,他一路三个钟头一路忍受天父的 在他身上的愤怒 最后的时候他就说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最后的时候说的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接着呢,第五句 我喝了 第六句 承了 第七句 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记不记得是由天黑开始的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接着 我喝了 成了 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我希望大家记得 记得这十个七言由头说起了 第一句是什么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能离弃 接着 母亲,看你的儿子 看你的母亲 第三句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天你要和我在乐园去了 接着天黑之后 到天黑之后 mate,有些。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你留意这依照祈祷 mapa 我酷 �祈祈祈指祂 父啊 祢靠在祭时 这是我的神 当时赶祈祈祈离 及祈祈祈祈祈怎么说的 父啊 我将他灵魂交在你手里 到有一天,當你很病,或是受很大的災難時, 你都說,耶穌求你接我的靈魂, 求你將我的靈魂接他, 其實最開心的事是,我們的靈魂到天上, 神是有這個能力,將人的靈魂接到天上,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看到耶穌這十戒七言, 我們有什麼回應? 我們看到耶穌是什麼? 很大的愛,他的原諒,無條件的愛, 無論你犯了多大的罪, 我們一起祈禱,你真的說耶穌,我感謝你, 因為你會求去捨臉我們, 因為我們所做的,我們不知道, 我們拒絕耶穌,我們不知道多嚴重, 我們現在好像覺得沒什麼事, 但有一天,當你站在審判台前的時候, 看你如何否認耶穌,拒絕耶穌, 很多次被你看到的時候, 你看到你說,為什麼我那時候這麼笨呢? 我希望大家在這個時候, 真的會說真心的耶穌,我多謝你, 你這麼大的愛心,你救我, 然後你成就這個救恩, 我們一起起床和祈禱, 由主耶穌,將這個救恩加在我身上, 你怎麼會看到, 手掌 rocksqu圓, 你怎麼會回來? 你怎麼會回來? 唕頭來,你看到這位置,